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没有听过你这个年纪唱得那么好的 无懈可及啦 你现在要好好保护你的上司 接下来慢慢变身的时候 就是考验你的时候了 雅伟老师说你快要变身了 所以你赶快在20周里面拿到未免 层次很优美 你这只一会儿 你就能够诠释这样的狗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中的朋友不负责都负责 以双方有点回来 心中的朋友不负责 吃上去给公开过了 祝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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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花飘飘 北风啸啸 好想好好爱你 这一群何止能放手一遍 不求火烈蜜 这一路沙 万中非万会更严 人生一度 已经走到够吃 咖啡都走过有什么好走 冠冠想买好影 踏拟一尾中三段半 这种的希望有过困难 忘了在头下 踏过这个空气 一去见识吃的影 旁边跟想买好影 踏拟一尾中三段半 这种的希望有过困难 忘了在头下 踏过这个空气 一去见识吃的影 你今天选的这首歌呢 刚好我很熟 你这首歌只有一个点 就是低音 然后呢 我从这首歌里面呢 我已经听出来了 我要跟你妈妈说 更快要给你補 要怎么補 你的声音要好好保佑 纯粹的 让他的声音是纯粹的 不用再加工了 你现在没有特别加工 你再加工它会很累 疲惫之下也变形 所以你现在要好好保护你的上司 加油 谢谢老师 皮燕 老师好 十一色的年纪可以这样唱 我还是很佩服你的 非常佩服 因为我觉得你对于音乐的灵敏度 跟歌词你所收到的这个讯号 我觉得是很厉害的 虽然你现在这个年纪还没有变身 你这个年纪在于高音的部分 你掌握得非常好 但是 像刚刚姚文老师有讲到 你的低音的部分是需要你要努力的地方 之后你在变身的时候 我觉得你慢慢去接受你那样的声音的时候 在每一个声音去表现出来的时候 去找到你声音的特质 我觉得这是你要慢慢去学习的地方 怎么样去找到那个特质 然后因为你对音乐的灵敏度 对声音的灵敏度这么厉害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很容易就找得到 接下来慢慢变身的时候 就是考验你的时候了 谢谢老师 皮燕 皮燕很好啊 我觉得你今天唱这个歌 也各方面也都很稳 所以你的策略是不一样的 因为雅文老师说你快要变身了 所以你赶快在20周里面拿到衛冕 你看 很敢耶 很敢 真的敢耶 对啊 这是我觉得最好的策略 对 所以你就稳稳的 然后每周挑歌小心的 谨慎的挑 找到你最适合你的歌 好好去诠释它就可以了 那天归是旗阳 会记得多方的火香 也认不得伞 也认不 creator 那天归会终 他丟去藏来过火葬 没这句万谈 有更大恨 你甘愿在 你像好风好冷 你土的火葬 有千万万 千万万海啊万干 你点点跌断 奔断来飞鸡 火里漸漸暗 你惊咬我 谁人被叫我 敢是有的伤 心想故障 故事的叫我 一杯咕咚在那兒 不敢來靠刺聲 叫倫無背心痛 有眼就近頓來看我 愛天天的感 無恨無恨 無恨無恨 花裡沈沖昂 已經有我 啊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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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裡漿漿 依靠游 一力不能完 谢谢 你的歌声唱这首歌绝对是No.1 因为你的歌声的主人的动音 你的歌声的美声 你還沒變成這種聲音 唱這首《火香色》太適合了 很美 很美 加油 謝謝老師 品硯呢 老師好 這個歌真的我沒有聽過 你這個年紀唱得那麼好的 已經無懈可擊了 因為你現在要 這個會歷經一個變聲期 所以音準不準也很合理 但是你唱歌的情緒 跟你這個詮釋歌曲的能力 太強了 今天給你很高的分數 我一定會有限 我一直以來 我一直以來 在我身體 level 我一定會有關 我愛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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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永遠的存天 一生的愛都好你 只要你懷著好你的志 因為你給我勇氣 加疼人生的意 你的身邊 一生的愛都好你 只要你懷著我的心 一生運堅滿的存天 謝謝老師 謝謝品頁 我們唯一無法說出一種心來最親愛的感覺 但是你唱出來歌聲 既然有辦法有出那個感覺 那是天分 你真的是很有天分的孩子 人瑞耶 聽說身體也很健康對不對 對啊就是 一百歲的時候還可以騎腳踏車 但後來因為太危險 所以就不讓他騎了 家人就禁止他騎 一百歲還要騎腳踏車耶 厲害喔 所以阿祖都認得你啦 對 但是有時候 有時候回去的時候他就會忘記 就忘記我名字 但如果記起來的話或想起來的話 他就會牽著我說 他就會跟隔壁鄰居然後說 我們這個回來了 你敢不願意拍照 他知道你很穿的喔 他知道你現在唱紅人棒很有名對不對 好 阿祖對不對 對 希望可以 希望阿祖可以繼續聽我持續唱歌 好 你今天要唱什麼歌 陳建偉老師的《七分的情歌》 一天天有女戲調歌 老老的黑霸 天頭叫一隻火薄 抗暈我愛幾樓 三个子一面回天 不算哪天见 爱马走是你的人 不知道当时惊喜 一道地牙 走进青春灯牙拨 不是包装 甘是青春当下算 一道路算 岗台越剩路过 岗角ister 岗角egree 岗芸晴 鹞梧青春 岗芸 één 閃閃閃閃閃 疊疊看對鐵比起冰天 我哪會在你面前思念你 以後在那 走一心就彈彈我啊我 有時無聲 敢是青春當少爪 我走走 恐慌的路 哪走哪個斷 無聲無憂 疲傷七分的戰果 品硯 老師好 這首歌呢 從頭到尾 我非常非常的感動 因為那個畫面那個圍面是 言語無法再形容的 我們的圍意無法說出一種 心來最親的感覺 但是你唱出來的歌聲 既然有辦法揮出那個感覺 那是天分 你真正是很有天分的小孩 你這麼小的年紀可以講 看魚人都沒有 看魚人都沒有 那個頓點跟那個畫面感 可以呈現出來 已經非常厲害了 結果我剛才一聽 我說我起級別歌 他就是真的是很感動 我相信你未來 不管每一首歌 你能不能 是不是人生真的有經歷過 像那一首歌要有的那些程式 但是我覺得你是很可以 去唱這廟街那條歌的感覺 那你今天要帶來什麼歌 我要帶來陳明璋老師的 《會抱一齣戲》 可是你會知道 《會抱一齣戲》 這個歌在講什麼嗎 爸爸後來有跟我解釋說 就是因為以前的一些舞台劇啊 像什麼歌仔戲 或者是任何一些以前的 像那種那個採茶戲那類的 傳統戲曲 對 都傳統戲曲都已經慢慢沒落 然後陳明璋老師就有感而發的說 就有感而發的寫出這首歌 天是漸漸暗落來 黑風裡是暗躲來 一個山天的夢 然後 immediate麻將 一陣子邏人 fur來路就一陣子會問問啊好 一陣子的山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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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愛你 品硯 老師好 你唱得好美喔 你把這首歌 你把這首歌唱得很漂亮 你這麼小的年紀可以唱 看遍人都沒有 看遍人都沒有 的那個頓點跟那個畫面感 可以呈現出來 已經非常厲害了 繼續加油 謝謝老師 品硯 我剛剛是聽到 我很喜歡陳明璋老師這首歌 所以說我一開始 我在想說 這個 11歲的小男生阿姨 有辦法 有材料 因為這個其實他 陳明璋老師是一個 人生閱歷很豐富的人 他寫這樣的歌 有他的道理 結果我剛才一聽 我說我起級別歌 他就是 真的是很感動 我相信你未來 不管每一首歌 你能不能 是不是人生真的有經歷過 像那一首歌要有的那些層次 但是我覺得你是 很可以 去沉寂了解 那條歌的感情的人 所以我 我會蠻期待你未來 去駕馭更多 人生閱歷更豐富更複雜的 那個是你的挑戰 但我覺得你做得到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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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言呢 老師好 我只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像那個 我买青春 我不把你开 那个开算是假音 那个 那是你第一遍的时候唱假音 对不对 可是你是唱到就放掉了 没有把整句的 那个长度给唱完 所以那个就少了一些 歌这整个乐句的完整度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像这样子的歌词 其实它是有很深的意思在里面 那我觉得你用每次的唱法 没有问题 听起来都很美很好听 可是你对歌词的消化 就少了一些体会 就觉得你唱到后面 这个我要亲手 我不能理会 我要破你筋筋没放开 你知道那个是很 很重的一个情感的传递 但是你如果只是 这样子淡淡的唱过去 就少了一些抛骨削弱的力道 这个就是你要加强的部分 歌词的消化 好吧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我觉得你现在唱歌的方式 因为你有一个 反正现在有一个门槛要过 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 不管唱什么歌都是很动人的 一个这么战的 要战舞这么不容易 然后还在这个时候 有机会去 参加这样的比赛 然后选这样的歌 然后用自己的一个 能力范围里面 就尽量去感受一下 这个歌的感觉 这个画面很 是很经典的 你永远不会忘记的 你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的 谢谢 谢谢老师 跟�쟁 你听得看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永远就不会忘记 我爱你的 你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愛心 想為一 啊 我 沒了為你 月秀就在 三参路 作曲 李宗盛 我愿意 我愿意 当时自定无恩乎 相愛的依 願憎佛倫 伴侮呐 學長愛三幾斷根人 Ort Shik 唱歌的語音 噢啊 無聊的雨 品硯 老師好 我請教你 你這歌什麼人跟你講的 爸爸還有老師 爸爸跟老師跟你講的 你對這首歌有什麼感覺 這首歌一開始聽的時候 會覺得很好聽 就那個風水滴滴 那個歌 就我深刻 就是印象深刻 我就想要搶這首歌來唱 所以有入你的心就對了 感動到你 你很不簡單 你這麼十一歲 你可以心想到這樣流歌 所以我覺得你的音樂素質太高 你的天分太高了 所以你一定要慢慢的走向二十關 我為你加油鼓勵 因為你這首歌唱得真的很好 加油 謝謝老師 品硯的這首歌 我剛閉著眼睛在聽你唱歌 我在感受那個 你這麼漂亮的音域 在我眼睛閉起來 不看你表演的時候 它對我產生什麼感覺 你的高音的共鳴 真的很漂亮 而且 而且 可能 當然歌曲有它原來的意思 可是你這種詮釋 也是另外一種味道 很美 非常的美 所以你可以繼續往這邊去發展 今天的高音非常漂亮 好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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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最後 今天 我在想你那個地方的 今天 我本來以為你會換個氣 再繼續唱 那個氣真的是很夠 很不錯 唉 而 你 你 你 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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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去一天回路你 今夜古才想你 是靈的紅米夢無達是美 無恨的為何來一一去 今夜想到心想你 想當作你踩我頂的情 過去啊 無緣年 今夜 又在想你 沒人去已經幾年 今夜 又在想你 既白 誰影音 我心歇唇 無緣的無論地道 我的願望 思念你 雖然我臨風也地可愛無人 我愛其樂無人 君也孤才修理 我愛其樂無人 君也孤才修理 這首歌其實唱得滿好的 就是很多細節 相對於兩位哥哥 他們是很粗獷 很放 那你就很多很多細節在裡頭 我覺得以你這個年紀可以詮釋這樣 已經我覺得非常的好 而且最後 君也孤才修理 那個地方的 我本來以為你會換個氣再繼續唱 後來發現沒有耶 那個氣真的是很夠很不錯 而且你今天的狀態整個很好 希望你可以今天五關 都是維持這樣的狀態就會發生 是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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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好享受喔 我天三世 一春風才幾歲 黑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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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可能會想到 心满 心满耶 心满 心满 心满的肌 You are my darling you 嗯 我的送你 濃稽 對這間 用真實 今夜 對困難 必須痛快 愛不是我你的世界 心埃啊 心埃啊 心埃 愛 心埃啊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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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享受喔 阿德老師改的詞 我不敢說他寫的好不好 但是我要講的是 你唱得太好了 因為你把所有的細膩的轉音 唱得真的非常到位 因為這首歌 你要把它變成台語的 很多人沒辦法接受 甚至是沒聽過台語歌的人 就會覺得會個個不入吧 會有點顛覆了傳統 有點怎麼樣 他們想不到他的結合點在哪裡 可以很合理化的說 這首歌可以做台語歌 沒辦法有一個合理的理由 但是你唱出來 為你的靠中唱出來 就是這麼合理 這麼好聽 這麼優美 所以你要頂笑 就你現在這麼漂亮的轉音的畫面 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趕快過關 我期待你過關 我覺得你今天唱這個歌就是 在你變身還沒有完整之前 完美的紀念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所以他最辛苦的時候就是 當他生病的時候 他一個小小的神區要承受生病的那種痛苦 跟他還要承受各場比賽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那是他最辛苦的地方 一路竟然到最終二十關 最後一個成績 最後一個成績 鄧品硯 勇闖二十關 最後一個成績 最後一個分數 評審請下分數 加油 所有勝場朋友 劍士機前面的朋友 二十四點九分 恭喜鄧品硯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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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終於釋放了 對啊 好厲害 恭喜品硯 二十關 鼓勵 鼓勵 謝謝 哇 而且他還是時尚最年輕 闖過20關的選手 參加 你還記得 11歲的你在做什麼嗎 可能在操場上跟同學打球 可能跟家人去遊樂園玩 也可能在家裡打電動 但11歲的鄧秉諺 正在紅人榜的舞台上 挑戰自我 追逐夢想 剛才發現他會唱歌 是因為有一次 我們員工旅遊在一個游覽車上面 然後我唱到一半的時候 他突然把麥克風搶走 結果他竟然把下半首準備唱完 三歲的時候 對 然後我們爸媽也很驚訝 同車的那些叔叔阿姨 各個姐姐們都非常的驚訝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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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嗖 就我們發現他會唱歌之後 就會跟阿姨阿阿嬤說 欸那個鄧秉諺很會唱歌 然後他有一位小遺丈呢 他就平常假日都會去看那個歌唱比賽的節目 想說他既然會唱歌 那就去報名歌唱比賽 因為當初在共聊的時候 我們就是有時候就會拿著卡拉OK 在那邊哼著歌唱著歌 那唱一唱我就發現 其實他唱得比電視上的小朋友都唱得好聽欸 我就跟他講說 品硯你要不要去參加更唱比賽 我覺得那邊的小朋友 你都會贏他們喔 擁有歌唱天賦的品硯 在家人鼓勵下 挑戰了台灣那麼旺 和超級紅人棒的舞台 也創造出專屬品硯的經典表演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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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私底下 品硯就真的只是一個孩子 今天跟我說你 那天還是借著我 我們還要著她 哪天 遊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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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八 一 好强喔 波浪 课业比赛必须坚固的品硯 能一路闯到第20关 真的很不容易 品硯这几年 几乎没有假日 因为每一次的录影 或彩排都是在礼拜六礼拜天 他牺牲了这个年纪的孩子的假期 另外就是因为常常要练歌 包括兼顾功课 所以有一段时间 在我们没有办法调配的状况之下 他经常要练歌要练到晚上十一二点 可能一早六点多就要起床 我觉得他最辛苦的时候就是 当他生病的时候 他一个小小的神区 要承受生病的那种痛苦 跟他还要承受各场比赛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那是他最辛苦的地方 那每当他这样子这么辛苦的时候 我的心就会很痛 我就会很揪心 会希望孩子的这些压力跟痛苦 都是我来帮他承受的 然后就会跟他讲 那要不然我们就放弃啦 就不要比啦 就做回开心快乐的自己就好了 可是他又觉得说 这样有点可惜 事情都已经这么做了 那还是要继续坚持努力 帮他完成 所以我们就是 大家就一起坚持下去 往前这样 哈喽 平安你好 我是哲轩 谢谢你支持富邦也支持我 祝你能够顺利重关二十关 无论是课业或者是唱歌 希望你以后都继续加油 然后也常来为我们富邦加油 谢谢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 他能够顺利二十关毕业 希望他可以顺利的成功的过关 那也希望他继续保持 这个纯真的态度去唱 他喜欢的歌 恭喜品宴终于来到了二十关 那我觉得二十关对你来说 一定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 毕竟我们都这样一路 之前的节目一两年叨叨到红人榜 现在从一到二十 这真的是过关斩将 所以我觉得依他的能力 也应该是可以顺利过关 希望在这次二十关成功过关之后 希望他一样对音乐保有热爱 那希望继续在他音乐的路上 就是持续努力跟加油 那我们没有要给他压力 就是他开心的唱歌 还有让他好声音 让大家都可以欣赏到 没错 那我们先加油 宝贝 宝贝再坚持一下 已经到二十关的最后了 再坚持努力一下 我们就可以达到目标了 这是你人生一段很难忘很难忘的珍贵的回忆 加油 宝贝 宝贝 这个好不容易到二十关了 那不管今天有过还是没过 在爸爸的心目中都认为 你就是最棒的孩子 那我们一起加油 那爸爸跟妈妈会永远给你威风 加油 好 品燕比赛这段期间 笑过哭过累过 一再坚持永不放弃 谢谢品燕 让我们可以从你身上获得勇气 你就是我们心目中最勇敢的捍卫 在 蛋糕 效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